长相思 繁外 妖景 日益增厚的爱意二 此山无名 荒草丛生 草高到眉过了膝盖 景的坐骑在上空飞行时感受到了什么味道 示意的问了下就俯了下来 景日的小妖换成了男子的外貌 景也是一副粗布麻衣 好像两人重新回到了清水镇 变成了明晓六汉夜时期 两人也闻到了一样的草香 顺着香味找到了成片的 开成细小黄色颗粒形状化的植物 与高高的野草像是铜器连根的长在一起 小妖蹲下身 细细研究了下 像是某种薅类 没什么药效 但晒干处理 倒是可以做成香囊 也或许可以当成烤鱼的调味料 两人于是在高高的野草间剥离开薅类植物 收进布袋 哎呀 小妖叫了一声 怎么了 景紧张地问了声 好像被什么咬了一下 小妖看向自己的手 是蛇 没有毒 景立即拿起小妖的手检查了起来 虽然没毒 小妖的手还是立即肿了起来 景把布袋收好 蓝腰抱起了小妖 向草低处的河边空地走去 我伤的是手 又不是脚 你不用抱我 我可以自己走 小妖一手搭着景厚实的肩 景只是柔情地看了小妖一眼 嘴角轻弯 什么也没说地继续走着 小妖感受了下 还是挺舒服 索性把自己所有的重量都交给景 自己就那么懒懒散散地待在景的壁弯里 闻着好闻的青草香 直到到了空地下 景把小妖放在一块草垫子上 开始耐心地处理伤口 明明没什么事 她却满眼心疼 景小妖柔声说道 嗯 我想起了一首诗 我念给你听 好 人人都能说好 可小妖最喜欢景的这个好字 从相识到成婚 她说了无数次的好 无论自己的要求有多荒诞 比彩阁西 一日不见 如三月夕 比彩潇西 一日不见 如三秋夕 比彩阁西 一日不见 如三岁西 魂彩绝燃的青秋公子 自然不需要小妖解释诗的意思 所以小妖自然地讲 接下来的故事 我在清水镇的时候 看到过很多夫妻 爱人 包括现在村头里 大爷家的儿子儿媳 甚至外爷和外婆 他们之间的爱意 都是开始时浓烈 一刻不见 感觉有一辈子那么长 后来两人在一起久了 一刻不见 几日不见 虽也会思念 但好像可以接受了 再后来 两人会为了谁 没有做什么活计 谁今天喝得烂醉而吵架 再后来 相看两宴 恨不得彼此几年 再也不要见到 所以以前 我一直以为 爱是初始浓烈 而后平淡 最后两宴 好的话 在平淡那里结束 或者以死亡而结束 此时 小妖的手已被清洗好 上好了药 也没有之前那么肿了 紧缓缓地输送灵力 所以也不甚疼 小妖就继续说道 可上次你去轩人采药 离开了三天 我发现 是反的 此时小妖看向紧清澈的双眼 什么反的 紧回看向她 情意地走向 是 反的 我对你 最开始承诺等你十五年 那时候并未曾有多浓厚的爱意 只是你的爱意给了我 而我 需要 所以 我接住了 后来的相处 我爱上了你的唇善 小妖继续说着 后来 我被动地接受你的爱 慢慢地将其捧起 也因为被动 让我们彼此误会 失去 又将捧起的爱洒落 在后来 直到这两年 我发现 爱的发展 跟我以前想的不一样 它可以不是日益淡薄的 它可以 是日益增厚的 像是李说的 最开始 一天见不到你 感觉有三天那么长 后来 有三个月那么长 后来有三季 三年那么长 我才意识到 是因为 每个新的一天 我都比昨天更爱你了 我想 时时刻刻 身边都有你 景的眸子闪动了下 小妖说过喜欢 却未曾将爱深知于口 即便景能感受到 可听到 还是能在她内心 掀起更猛烈的风浪 青秋涂山景 在外人眼里 说书人的画本子里 一直是生意场上的赢家 善于算计雄辩 可在小妖面前 她一直是笨拙的 还不如其他普通人 能说善辩 此时感受到 听到小妖表达爱意 她只觉内心 有惊涛骇浪在翻滚 心口有团火焰 雪儿呼啦啦的热烈的燃烧 雪儿换下来 像挠痒痒一样的 挠着她的心肝脾肺 她牵起小妖的手 放到自己的心口 小妖感受着景的心跳 像是要跳出这躯壳 景趁势把小妖 拉进自己怀里 头侧过 轻声着小妖的耳边说道 小妖 我好想 时间可以就停留在此刻 小妖 我爱你 景继而把额头 抵住小妖的额头 看向她的眼睛说 小妖 我好爱你 每一日 每一刻 都更甚 成婚多年后的小妖 听到景如此热烈直白的表白 还是害羞了起来 景也是红了双颊 耳朵 红着脸的景 吻上了红着脸的小妖 正吻的热烈 呼听到一声 叶泪泪 竟然来自村头的李老头 也来这个山头采药 叶泪泪 你这个男娃子 不对 你们这两个男娃子哟 叶泪泪 你这 男娃子 不是家有气势吗 怎么再万如此 哎哟 我都说不出口 李老头指着景 瞟着男装的小妖 小妖和景都不吃得乐了出来 景刚要说什么 小妖却逗起了李老头 蹦到景身上 双腿缠住景的腰 巴达巴达的从额头 亲到眼睛 到脸颊 然后到了唇 然后 又蹦了下来 炫耀一样的 看着李老头 看着李老头 一面叶泪泪的叫着 一面捂着眼睛往后跑 小妖看李老头那 叠叠撞撞的跑的样子 笑得前仰后合 景看着调皮的小妖 回味着小妖的吻 笑着问小妖 怎么办 她误会我了 误会就误会呗 反正没误会我 小妖顽皮起来 就总是会逗景 小妖沿着河边 抽着柳条走着 景就笑呵呵地跟着 等几天 看李老头 来不来咱家告状 再决定要不要去她家解释 小妖回头对景说 好 景的笑意 像是挂在了脸上 看着蹦蹦跳跳的小妖 景的内心 对上苍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她如此幸运 拥有小妖 同时拥有小妖的 一家浓厚的爱 仿佛那些苦难 都是应该的 正应如此 她才有资格 机会 有了小妖 避空如洗 一双零鸟 盘缓数圈后 飞向更广阔的海面 把爱意宣置于口 心里仿佛更加畅快 小妖随口唱着歌谣 周围的空气 像是被爱意滋养 甜丝丝的包裹着远去的二人 有网友评论说 主要香柳太重情义 心中大义 知道不可为 而心里却又控制不住而为之 爱得深深 我爱你 但我更希望你幸福 我给不了你 但你想要的 我定成全 林佑佳成全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的对我 说声好久不见 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 还在原地盘旋 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 所有的悲伤 丢在分手那天 未必永远才算爱得完全一个人的 成全 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 这么 多年换来了一句 谢谢你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潇洒 与冒险 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 踏许你的海市山盟蜜语甜言 我只有一句 不后悔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今天 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要看 好